找工作 我大学刚毕业,最近在找工作 第一家公司是旅游公司 他们觉得我口才很好,能做一个导游 但是他们给的工资太低了 第二家是服装厂 他们需要一个服装销售 虽然我口才好,但是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没有要我 第三家是英语补习班 我英语说得不错 而且在美国留过学 所以能在这儿做一个英语老师 他们对我也挺满意的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该你了 找工作 我大学刚毕业,最近在找工作 第一家公司是旅游公司 他们觉得我口才很好,能做一个导游 但是他们给的工资太低了 第二家是服装厂 他们需要一个服装销售 虽然我口才好,但是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没有要我 第三家是英语补习班 我英语说得不错 而且在美国留过学 所以能在这儿做一个英语老师 他们对我也挺满意的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找工作 我大学刚毕业,最近在找工作 第一家公司是旅游公司 他们觉得我口才很好 能做一个导游 但是他们给的工资太低了 第二家是服装厂 他们需要一个服装销售 虽然我口才好 但是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没有要我 第三家是英语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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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英语说得不错 而且在美国留过学 所以能在这儿做一个英语老师 他们对我也挺满意的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你找过工作吗 找工作 我大学刚毕业 最近在找工作 第一家公司是旅游公司 他们觉得我口才很好 能做一个导游 但是他们给的工资太低了 第二家是服装厂 他们需要一个服装销售 虽然我口才好 但是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没有要我 第三家是英语补习班 我英语说得不错 而且在美国留过学 所以能在这儿做一个英语老师 他们对我也挺满意的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找工作 我大学刚毕业 最近在找工作 第一家公司是旅游公司 他们觉得我口才很好 能做一个导游 他们觉得我口才很好 但是他们给的工资太低了 第二家是服装厂 他们需要一个服装销售 虽然我口才好 但是没有经验 所以他们没有要我 第三家是英语补习班 我英语说得不错 而且在美国留过学 所以能在这儿做一个英语老师 他们对我也挺满意的 他们对我也挺满意的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该你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